歼20战斗机是中国空军的绝对王牌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相比于歼20有一款飞机更为可怕 它可以说是美国宙斯顿的天敌 海军的合梦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 我是虎妞 众所周知 歼20是目前中国战机工业的核心结晶 也是目前全世界战斗力最强的五代机 我国空军中王牌中的王牌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还有一款战斗机 其威慑力完全不亚于歼20 甚至就战略层面来说 比歼20还让美国空军难受 这款战斗机的名字就是歼16D电子战飞机 歼16D最早公开亮相是在2021年 这是一款非常典型的四代机 当然正常情况下 五代机打四代机是具有碾压级别优势的 但问题是歼16D从一开始就不是一款战斗用的飞机 而是电子战飞机 美国海军认为 这款战斗机的作战性能 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军现役的最先进电子战飞机 EA18G咆哮者 甚至美国国家利益发表文章称 中国歼16D战机的电子战能力是美国海军的噩梦 我们先来看一下歼16D的整体设计 首先为了加强电子战系统 歼16D战斗机取消了红外追踪系统以及30毫米航炮 取而代之的是强化电子战系统 在飞机的精英上面 安装有类似于咆哮者的多波段电子信号接收吊舱 由于分析敌方雷达频率以及雷达的具体位置 从而实现对雷达的干扰和瞄准 飞机本身可以携带反辐射导弹 配合电子信号接收吊舱 可以对雷达进行致命打击 但如果仅仅如此 这款战斗机最多也就是和咆哮者匹敌而已 远远达不到更强的水准 真正让它成为顶级电子战飞机的 还得是它极高的集成化水准 和咆哮者不同 歼16D是一款双发双作的重型战斗机 拥有着极强的挂载能力 再加上我国的电子战设备继承水平更高 同等级别下重量更轻 同时中国还有更强的电力供应系统 所以相对于咆哮者 歼16D可以做到长时间电磁压制 在电磁压制能力以及电磁压制武器功率方面 都是歼16D更胜一筹 这种战斗机可以说是美国海军宙斯顿的天敌 根据美军方面所说 他们在南海和中国进行对抗的时候 中国曾经使用过歼16D 对他们的军舰进行过干扰 整个指挥中枢都变得又龙又瞎 只剩下基本的航行能力 如果这时候遭到攻击 完全无法组织起任何形式的反抗 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在亚洲 执行军事任务的能力已经大大折扣 根据美国海军的估计 未来中国空军将会成为空警500 歼20以及歼16D组成的空战铁三角 歼16D负责刺瞎美军的眼睛和耳朵 空警500是中国空军的眼睛和耳朵 歼20战斗机作为一款隐身战机 是中国的空战核心 这个组合并没有那么复杂 基本上是个正常的空军大国 都能搞出来这一套配合 唯一的问题就是 同等条件下 中国的装备更为先进 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占据了 后发优势的便宜 因为研发生产的比较晚 所以可以利用起来更为先进的技术 实现更为强大的效果 再加上中国空军没有换装成本 所以以装备就是最先进的飞机 不需要像美国那样反复撤皮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美国媒体第一次警告 要防范中国的歼16D战斗机了 早在2015年 我国的歼16D刚首飞的时候 美国就已经有声音说 歼16D将会是美国海军最大的天敌 是中国战略空军体系至关重要的一环 毕竟最早感受到 电子战飞机战斗力的是伊拉克 使用它的是美国 1990年 美国人第一次将电子压制作战 用在了实战 结果就是伊拉克的 对海对空的感知能力全部被剥夺 强大的伊拉克军队 完全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就被美军给摧毁了 所以就现代战争来说 只要不进入巷战 消耗战 治安战 在初期接战的时候 谁的电子战能力更强 谁就占据了优势 很显然 依托于重型战斗机平台 开发出来的歼16D 比作为轻型飞机的 EA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 有着更多的体量优势和技术优势 现在 美国人终于开始重视歼16D战斗机了 我相信 就美国本身的技术储备来说 想要开发出一款更先进的电子战飞机 并不是什么难事 真正困扰美国的是生产能力 现在美国是否有能力 大量生产那么多的先进电子战飞机 这一点非常值得怀疑 除了美国工业衰退之外 军工复合铁的阻拦 也是一个不得不绕开的门槛 所以等美国搞定了一切问题 新的电子战飞机终于开始生产的时候 保不及 中国已经开发出了新一代更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了